大陸的大學生沒辦法來台灣念碩士 這個門是民進黨關的 所以梁文傑你講話只講一半 梁文傑這個發言人 他講話很有技巧 他講的是片段的事實 部分的事實 說謊的人都是這樣 講三分真 七分假 所以發言人講話很有技巧 你還好意思說你有要爭取 你有把門打開 講得這麼這個信誓旦旦的 你騙誰啊梁文傑 你真的是騙人家不知道的 所以真的是到底是誰在設障礙 誰在設兩岸溝通的障礙 大陸的學生不能夠來台交流 來台念書 你回答我 今天中國大陸北大畢業的大學生 他能不能來台灣念碩士 你就告訴我這個問題 請梁文傑回答 北京大學畢業的大學生 能否來台灣 申請來台灣念碩士 回答 我們所樂見的 是讓年輕的學生能夠按照他自己的意願 來台灣生活 就學 然後真正的在台灣生活一段時間 體會台灣真正的面貌 參訪團式的青年交流 我們認為這樣對體會台灣的人文社會 還是有局限 我們認為讓所有陸生在不設前提 沒有政治的環境下 自由自主自在的在台灣與學生交流互動 中共方面如果是真的想要讓兩岸的青年交流 那就不要害怕讓學生來台灣讀書 不要害怕讓學生來台灣居住 中共方面 是不是 能夠 對於這個學生的交流的部分 能夠做到 真正的 沒有統戰意味的開放與交流 好 這個是梁文傑記者會的這個一段 但是他主要是講這個 大陸自2020年4月宣布暫停陸生來台之後 已經超過4年沒有恢復 我方未爭取讓陸生來台 去年特別讓陸生納入健保制度當中 很可惜的是對岸始終沒有回應 梁文傑說為什麼大陸不讓學生自由自在的來台灣交流 我們是開放的 那你自己2020年4月宣布暫停 來讓陸生來台就學 你也沒有恢復 我們為了爭取讓陸生來台 我們是為了爭取讓陸生來台 台灣這邊要爭取讓陸生來台 特別讓陸生納入了健保制度 所以我們是很有誠意的 是你對岸 你不開放陸生來台就學 所以你拜託你開放 這樣子大陸的學生 才能自由自在自主的 在沒有政治環境限制下來台就讀 我昨天看了梁文傑的這個講法 我就覺得 敢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嗎 不好意思 我就比較機車一點 我就特別問了 某位曾經來台灣就讀的大陸學生 到底梁文傑講的這一段是不是真的 目前大陸學生沒有辦法來台就讀 到底原因是在哪裡 他說梁文傑這個發言人 他講話很有技巧 他講的是片段的事實 部分的事實 但是他沒有把事情的原貌跟大家講 真實的事情是怎麼樣 他只講一部分的片段 說謊說謊的人都是這樣 講三分真七分假 所以發言人講話很有技巧 2020年4月 中國大陸的確宣布了 這個高中要升本科 就是要升大學 就是高中畢業生 你要申請讀大學 那2020年4月 中國大陸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的確暫停了 暫停宣布就是 讓中國大陸的高中畢業生 來台灣申請念大學 這個是中國大陸因為疫情的關係 2020年4月 他宣布關閉的 所以梁文傑這個部分講的是對的 2020年4月宣布暫停 請陸生來台就學 但是這個是高中生要念大學的部分 這個是2020年4月 中國大陸因為疫情宣布關閉 但是梁文傑沒有講的是 在2021年的時候 2021年的時候 我們這邊 民進黨的蔡英文政府 同樣宣布了 關閉了中國大陸的大學生 來台灣念碩士的申請的管道 大學生來台灣念碩士的這個門 本來2020年4月 中國大陸只是關閉了 高中生申請念大學的這個門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你大學畢業要念研究所 碩士生還是開放的 但是2021年 是民進黨的政府 當時的總統是蔡英文 宣布關閉 禁止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的學生 來台申請念研究所 來這一點我們來看 我今天連資料都準備好了 這個是2021年 大學院校碩士班博士班 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簡章 2021年 這個簡章是什麼 是給大陸的學生看的 我們這邊給大陸的學生來看 本簡章系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就學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第六條定定資 好 來 報考碩士班的資格 這邊2021年 應屆畢業生戶籍所在地 為北京上海江蘇浙江 福建廣東 湖北遼寧等八省市 就是富裕地區的人民 且具有台灣公立或以立案私立大學 公私立大學學士學位 或具報考碩士班同等學歷資格 OK好 這個是2021年 我們這邊設立的 他 中國大陸的學生要怎麼樣才能夠報考我們這裡的碩士 他必須要具有我們台灣這邊公私立大學的畢業生的學歷 或者是同等學歷 但是什麼叫同等學歷 我們這邊不認 不認這個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的 哪怕北京 清華 什麼 復旦交大 他們畢業的大學畢業生我們都不認他的學歷 所以中國大陸畢業的大學生他不具備同等學歷 碩士班同等學歷 所以中國大陸畢業的畢業生不能申請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是2019年的 在2021年民進黨政府限制大學畢業生申請來台就讀碩士的這個門 之前其實這個門是打開的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大學生畢業生是可以來台灣唸碩士的 他是怎麼唸 報考碩士班資格我們來看這裡 好 來除了這個以外他另外還有一條 上書所稱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總共155所 皆公告於大學院校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網站下載專區等等 也就是說符合台灣任規定 反正就是台灣任可名測所列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機構之學士學歷等等 我們本來是任列中國大陸這邊有155所學校 我們是任列他的學歷的 這是2021年以前 我們是任列中國大陸155所大學畢業生學歷的學生 來台申請念碩士 但是呢在2021年我們把這155所的這個資格刪掉了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哪怕你是北京清華畢業的大學畢業生 你都沒有來台灣申請碩士班的資格 所以梁文傑你講話只講一半 到底這個門是誰關的 你2021年2020年中國大陸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的確把高中生要申請念大學的這個 來台灣念大學的這個門給關了 他有他的原因 因為疫情嘛 那你2021年你為什麼要關人家大學畢業生來台灣念碩士的這個門呢 你是把它關掉的啊 拜託 你已經沒有學生 你2021年喔 已經開始已經沒有學生能夠來 2020年已經沒有學生能夠來台灣念大學的 所以就沒有台灣的大陸 大陸級的學生來台灣念大學念到畢業嘛 越來越少了嘛 就只會越來越少因為你沒有開放嘛 那你在報考碩士班的資格 你也不對大陸地區的學生開放 也就是說越來越少的人符合你的資格 來台灣申請碩士啊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等於是從2020年 中國大陸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關閉了來台灣申請 來台灣申請來台灣念大學的這個門之後 來在台灣念大學的大陸級的學生 就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那碩士生也只會更少更少 那大陸的大學生沒辦法來台灣念碩士 這個門是民進黨關的 所以梁文傑你講話只講一半 那至於梁文傑說什麼 去年也特別將陸生納入健保制度當中 很可惜的是對岸始終沒有回應 梁文傑說 我方為了爭取讓陸生來台 去年特別將陸生納入健保制度當中 我們納大陸的學生入健保制度 他必須要在台灣念書念超過六個月 在台灣待滿六個月 他才能符合健保使用的資格 請問現在在台灣還有在台灣念大學的陸生嗎 基本上沒有嘛 只有短期的交換生 短期的交換生不符合健保的資格啊 也就是說只有極少數 而且會越來越少 現在在台灣念大學 因為從2020年之後 已經沒有新申請了嘛 所以基本上已經有 只能有很少很少的 在台灣念大學的大陸級學生 符合申請健保的資格 因為你必須要待滿六個月 你才能符合這個 我們台灣的健保資格嘛 所以你說你為了要爭取讓大陸生來台 特別讓陸生納入健保 你根本是騙人嘛 因為你沒有新的陸生嘛 所以你納入健保的陸生只會越來越少 因為他畢業了以後就走了 就沒有新的名額了 也沒有人能夠申請啊 所以梁文傑你在騙誰 那至於為什麼中國大陸 他也沒有把這個門給打開 因為中國大陸也關了一扇嘛 他把高中畢業 申請大學的這個門給關了 他關當時是疫情的關係 那我們關這個 我不知道2021年 我們關那個申請念碩士的這個門 是為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 中國大陸不把這個門打開 那顯然也是因為兩岸的關係嘛 你梁文傑你也沒開放啊 你自己2021年 你也把念碩士的這個門關起來 你怎麼沒說呢 而且你本來有任列人家 一百五十五所 中國大陸的大學學歷 大學畢業生 能夠來台灣申請碩士的 你2021年也把它關掉了 你這個怎麼不說呢 人家北大清華的都不符合 北大清華畢業的 現在都不符合來台灣申請碩士的資格喔 你覺得這個有道理嗎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陸委會給人家規定啊 你還好意思說 你有要爭取 你有把門打開 講得這麼這個信誓旦旦的 你騙誰啊梁文傑 你真的是騙人家不知道的 所以真的是到底是誰在設障礙 誰在設兩岸溝通的障礙 大陸的學生不能夠來台交流 來台念書 到底是誰在設這個障礙 然後你真的有想要爭取陸生來台 特別將陸生納入健保嗎 事實上你只是想要製造一個議題嘛 因為基本上在台灣念書的陸生 符合健保資格的 只會越來越少 就這麼小貓兩三隻而且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你到底吸引了誰 你在騙誰呢梁文傑 你回答我 今天中國大陸北大畢業的大學生 他能不能來台灣念碩士 你就告訴我這個問題 請梁文傑回答 北京大學畢業的大學生 能否來台灣 申請來台灣念碩士 回答 請陸委會梁文傑回答這個問題 姐妹們總煩到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細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效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家顏值